第四季有哪些族群可以超前部署呢 车市大复苏 哪些焦点鼓可以让我们来注意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Sandy 欢迎John 哈喽大家好 John 最近大盘很正啊 大家就会担心说 还有值得关注的族群吗 John 好 我看一下 其实第四季是来到一个车市大复苏的 真的吗 大时代 我会跟大家说 今年二月的时候 那个车市有多冷 多 它的年减是达到96% 听好是96% 基本上是完全停滞的状态 所以今年上半年车市 你可以看到车概股 比如说坎格50% 坎格60%是很正常的 国家基本都跌到谷底 直到现在 目前中国车市是 应该说标速在回温 目前已经连五个月在做成长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况 因为现在疫情开始趋缓了 加上现在有电动能源车的补助 造成这种一路狂飙的状态 所以到底下半年有哪些车市交点股 可以来着注意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不管是摩根斯安利还是里昂 都直接按赞车市 就是车市已经在今年 今年这种时候已经到了谷底 目前已经准备反弹了 我们可以看第一点就是海保政策 中国有那种新能源车的政策 因为现在电动车都会去做补助的状态 加上第二个是中国的汽车销量 刚刚讲过已经连五个月在做成长 第三个是经济解封 不管是前装车市场 还有我们说的aftermarket 就是后装车市场 你要去维修啊 有些零件是用副厂的 那些主力就在我们台湾 所以这些零件也会持续在做成长 加上那个中国的Model Y 也准备推出新的 新款出来了准备降价到台币才118万 就是人人买得起 那今年是喊出要销售36万辆 明年要喊出销售多少88万辆 是按照一个这样这么大的成长幅度来看 所以大家可以特别去记得电动车市场 那我们要去讲一下就是 我们是真的有实际去拜访过 就是车用市场相关的工厂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灯厂历青 3316 其实我们就问过他 他的产能真的是满载 那大家要记得 车厂不是说随便一家车厂都能买 你要记得去for中国的 因为现在就有中国在报复性无数 但是在欧美那边还是有点冷 那回问的速度 虽然没有上半年这么差 但他下半年的回问速度还是有点慢 所以大家记得在这边选的时候 记得去看一些中国概念 那这边就是历青他的订单满载 到明年第一季了 那再来就是我们有进场的 嘉宁4976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嘉宁 他是做那个AIDAS 就是周围 车子周围 有些比如说侧边的镜头啊 前面镜头啊 倒车 那这些镜头呢 主要就是4976嘉宁来做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嘉宁之前是做什么相机的镜头 那大家都知道相机 你有相机吗 我现在没有人在用 相机镜头就是可能从之前很旺啊 现在变成很烂 大家都会觉得光学股就是很烂 会有一种不改念 还有手机镜头啊 也都烂烂的 好像都只有大力光 跟预计光把持 那其他都没什么消 无消无息 但是嘉宁 自己一个人默默在转型 他已经从所有的 他现在已经没有镜头的营收 基本上只占不到一层 之前是占九层 现在是不占一层 那现在后来去哪里 远距需求跟车用 这两个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今年9月的营收 刚才公布嘛 那获利这些成长的八成 哇 成长八成 所以大家这档可以去特别留意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家庭新闻 除了9月的营收 创了两年的新高 那大家可以特别留意 那今天呢 10月16号 进场了一档车概股 那他的产线满载到年底 还扩正四条产线 主要还是也是看好什么 中国车市的复苏 所以大家我建议 一定要留一两档的位置 去放一些中国相关的车市概念股 才不会这一波上涨的时候 没有去做跟到的动作 是感谢这样的分享 想要收最及时的财经消息 一定要加入这样的LINE S&Telegram 财经集市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大家